51. 今日早報 浙江電信全力保障通訊正常 2015年7月12日迎擊颱風燦雄發布 A.02浙江電信全力保障通訊正常本部記者 金糧早報信記者昨天從中國電信浙江公司了解到 截至11日16時前 全省電信網絡運行總體正常 長途幹線暢通 當前機站停電350個 中段110個 中段接入網數9個 累計倒斷桿381斤 受損光纜71.6皮掌功率 為保證全省各地通訊正常 浙江電信累計出動應急保障人員2406人次 累計出動應急車輛1328台次 累計出動應急通訊設備858台次 累計出動發電郵機1041台次 同時 電信充分發揮全球眼產品優勢 支撐央視於直江廣電颱風直播 直擊颱風最前沿 得分別人 積極的 凌晨風當時 第三個 代理問 无法 從 停止